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中华国学博大精深 古人的智慧更是至今令人叹腐 古人早已参透的那些真理 看透人性,直指人心 在人际交往中 我们难免会遇到许多不顺心的事 看不顺眼的人 如果谨记这几条真理 和亲戚那交道时 才能心宽似海,豁然开朗 一,久住讨人厌,贫来亲也输 言下之意就是说 如果你在别人家中借住的太久 就会令人非常厌烦 要是你生活贫困 又经常走亲戚的话 亲情关系也会逐渐淡薄 记得以前曾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 我爸很小的时候 奶奶和爷爷就离婚了 爸爸没有结婚之前 奶奶和大姑是最亲近的两个女人 然而很多年后 爸爸和姑姑却老死不相往来 原因是我奶奶划分她名下的几套地产时 把一间商业旺铺给了我妈 可我姑姑不愿意 在她看来 我妈是外人 之后姑姑一直不依不饶 非得让我妈把另一套房子的房产证更名 才肯罢休 我爸妈不同意 我姑姑就冲进门店 把我妈辛辛苦苦经营的服装店 砸得翻天覆地 甚至要打我妈 最终我爸妈放弃了那间旺铺 亲情也走到了尽头 亲情是无法割舍的感情 所以一直以来 人们向来对此颇为重视 但在亲戚交往过程中 也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 就像逢年过节的时候 亲戚之间往来频繁 这时但凡亲戚登门 都会热情招待 有时甚至还会小住几天 平日接触不多 正好借此加深一下感情 可是在走亲戚的同时 也要注意彼此容忍的范围以内 一旦超过接受的底线 肯定会不招人待见的 例如在人家一住就是好几天 即便亲戚表面不说 心里恐怕早已不生其烦了 仔细想一想 不论亲戚与否 来了便是客人 作为家主 自然要以礼相待 不过毕竟身为外人 住得太久 势必给人家生活带来麻烦 只因你是客人 要顾及到各方面需求 不难看出 这种混吃混喝的亲戚 无疑于自贬身价 让人非常瞧不起 而下半句的《平来清野书》 与上半句意思相比 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按理来说 亲戚经常走动本是好事 尤其对于感情的维系 更是好上加好的事情 那么俗语为何反其道而行之呢 俗话说得好 无事不登三宝殿 俗语所说的《平来意在寻求帮助》之一 在传统思想中 亲戚之间互相帮助理所应当 但如果走动太过频繁 三番两次找人帮助 亲戚就会碍于情面 左右为难 从而渐渐心生反感 所以说 这时人家不仅不会一如既往地帮你 反而还会刻意躲着你 生怕你有事再去打扰 如此一来 亲情就会逐渐疏远 当然了 一次拒绝没什么 可一旦人性发生扭曲 很可能把你之前所有的好都抛之脑后 反而对你充满偏见 弄不好的话 别说亲戚了 就是朋友也没得做了 有人说 亲人之间要保持一扇窗的距离 如果走得很近 心里不平衡就出现了 矛盾多了 就变成了麻花绳 永远解不开 二 三年不上门 当亲也不亲 关于三年不上门 当亲也不亲 这句俗语 估计很多朋友都深有体会 首先来看 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 里面的亲指的是亲戚 大概意思是 假如三年亲戚之间 互相不来往的话 名义上是亲戚 但实际上已经等于断亲了 西游记中 唐僧被洪海尔抓走 孙悟空听土地公说 洪海尔是他五百年前 结拜大哥牛魔王的儿子 就自以为算是亲戚 可以劝说洪海尔放过唐僧 可沙僧却说 你与他相别五六百年 又不曾网还悲酒 又没有个节礼相邀 他哪里与你认什么亲 事实证明 的确是悟空想多了 洪海尔根本不买账 说个真事 就发生在这几年 是我父亲那一辈的亲戚 我喊他为大爷 在我爷爷还在的时候 每年过年都会来拜年 因为外甥跟舅舅拜年 是正常的 当时我还觉得 现在的亲戚真好 因为他年龄也大了 但是大冬天的 骑个电车 也不怕路滑 几十公里也要过来 见了面 也许就说上一些话 吃顿饭 然后就走了 可以说一年 也就见这俩小时左右的时候 不过自从我爷爷去世后 这位大爷就再也没来过了 刚开始我还挺纳闷 就问父亲 为什么每年过年来的那个亲戚 这几年都不来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但是我还以为是由于身体不变 就没来 不过我爸说 主要是家里老人去世后 就等于断亲了 因为他来就是跟他舅舅拜年的 一旦老人去世 他再来跟谁拜年 都是一辈的没这规矩 所以就不来了 久而久之 这亲戚到此就断了 如果还想继续来往 就是我这辈的接受 每年要去他家 不过这种情况也不多 现在的一些亲戚关系 确实没有以前走得近 有时去自己姑姑家 姨家都不想去 再加上近些年来的 独生子女家庭增多 很多小朋友都没有姑姑 姨叔叔之类的亲戚 所以以后三年不上门 当亲也不亲这句话 还能不能适用 就是一个问题 有时我们虽然很想去 维系一些亲戚 但生活中的很多事 不得不让我们跟随大流 亲戚是很好的 但无奈 自己身不由己 只有作罢 与亲戚相处 既不能过分疏远 也不能太过亲密 保持分寸 才能使亲情得到维护 温暖长久 三 亲戚不共财 共财断往来 常言道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在金钱面前 再好的关系 也可能土崩瓦解 俗话也说 亲兄弟名算账 原人都有私心 亲情之间 如果掺杂了利益 人情变成了人情债 时间长了 难免会产生纠葛 曾看过个案例 一家四口全部被杀 凶手竟是儿媳妇的亲妹妹 原来妹妹曾借给姐姐一笔钱 姐姐拿这笔钱做生意发了财 却没有给妹妹分红 妹妹心生怨恨 于是开始计划报复姐姐 觉得杀死姐姐一家 姐姐的财产 就会由自己的母亲继承 最终财产会是自己的 生活中无数例子也向我们证明 很多亲戚因金钱利益上的分歧 产生裂痕 最终不欢而散 形同路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薄弱的 我们想要维护一段感情 就得注意一些禁忌 亲戚之间不共财 也是为了保护亲戚之间的关系 长言道谈钱伤感情 很多时候钱和感情之间 只能选择起义 亲戚相互帮衬着点 留着最纯真的感情最好 古语有言 穷在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 事态炎凉 大多数人都嫌贫爱富 趋利避害 首先咱们先说说 穷不走亲 富不还乡 这句老话是村里老人最常说的老话 这句话是出自曾广贤文 其原话也说出了当今社会人际关系的真实写照 也非常实用 更多的是体现了现在人们贤贫爱富的心理和人情的冷暖 这句老话从字面来理解的意思是说 一个人穷的时候 尽可能不要走亲戚 富裕了 也不要回家乡 其实仔细想一下 这句老话在现实中 的确是有很多案例发生 你穷的时候去走亲戚 说不定会被人看不起 遭人冷落 你富裕后回到家乡 或多或少会遭人妒忌 或让人眼红 一些人就会上门找你借钱 或搞好关系 你有钱了 钱借多借少 都会比较为难 也会遭人闲话 其实这句老话在当下社会 还是有案例发生 打一个朱志文成名后 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 都排着队来借钱 在他们眼里 朱志文的钱花都花不完 可笑的是 后来欠条放了一抽屉 借钱的人 却从没打算要还钱 朱志文捐钱修路 村民还指责他 修的路太少 更有村民大言不惭 想让俺们说得好 那得给俺装上 一人一万块钱 人性的丑陋 在这个几辈子 岌岌无名的村庄里 演绎的淋漓尽致 人在江湖 一定要识人心 懂人情 知事故 才能手心不出错 手嘴不惹祸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 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 搜索佛禅 点击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木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你们在这种作品里面的形狮里面的